Trust向后备组合APP发出了邀请引发了话题 Trust官方YouTube频道上传了影片 今年8月发行的回归曲Tuck that talk拍摄的幕后话续 其中Trust致孝谈到了自己的性格 致孝对在韩国流行的性格诊断测试 MBTI进行了重新诊断 结果表示内向的字母I变成了表示外向字母E 说到E的特征关心和兴趣都指向自己的外侧 大多是容易与周围的人融洽相处的人 在Trust成员中SANA被认为是具有E特征性格的人 致孝对自己变成外向性格感到很高兴 这样他虽然被问到 有没有因为性格外向而在活动中变得亲近的人 这时旁边的莫莫说了一句 不是和F的李瑞做了新型吗 致孝在音乐节目音乐银行中 和F一起作为第一名后补组合拍摄采访时 针对着F的李瑞摆出新型姿势 致孝发挥了外向的性格 马上和F并亲近了 也许F对他们来说 与重量级前辈Trust的交流中表现出了紧张 希望有一天致孝能够如愿以偿成为好友 爱的韩社 每日解释我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